就是他們當時在美術館裡面就是有放這兩本 這一本他就被偷走了 因為其實他們這個如果很多人翻的話 就會被翻到瀑瀑爛爛 然後居然還被偷走 而且這麼大一本 可見這個東西的魅力有多大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哲哲開箱呢 今天要講的是非常有內涵的內容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聽我講一些失禮的話 請你們現在馬上點出去 因為我如果這一集亂講話的話 我真的會被罵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台灣的藝術家創作的藝術作品 所累積成的一本 非常棒的一本美術畫冊 這事情呢 就是發生在幾個月前的北施美術館 各位觀眾有在去美術館的習慣嗎 如果說沒有的話 你們可以養成一下這個習慣 因為其實去一下美術館是不錯 而且現在台灣呢 有點可憐 就是去美術館有時候都不太需要付錢 為了要提升大家的美感素養 他們寧願就是捨棄掉這個費用的部分 所以你還不趕快去 這個展當時也是不用錢 可是呢 就不曉得為什麼 大家的那個尿性就來 不用錢 可是大家是不去不去不去 然後有一天總統他就跑去看 看完以後呢 大家發現哇 這個展原來是這麼棒 而且裡面展了這麼多台灣的藝術家的作品 原來台灣有這麼多很棒的藝術作品 然後大家就瘋狂的跑去看 等到他展齊最後一天的時候 就哇 外面排滿了人 很像在排那個唐吉赫德一樣 就這麼多人在那邊排 然後大家經過想說 這家是在賣什麼 結果他就是美術館 叫做不朽的青春的這個展裡面 他們其實就是把這些 他們很辛苦到處收集來的這些藝術作品 整理成一個這個畫冊 然後就造成了大熱賣 算是首刷就是馬上就被賣完了 展齊就已經三刷了 因為你其實知道現在台灣 不要講說藝術啦 出版業也是非常的不景氣 所以他們每次加印一刷 他們可能也不敢印太多 可能就是印個一兩千本 算已經有點害怕了這樣子 所以三刷通通賣完 人就是這樣 看到那個都賣完就會覺得 我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 然後大家就一直說 拜託你們可不可以再印再印 雖然他們現在就決定說 好就聽你們的 我們現在就是載出新的一刷 你們現在就是來預購 就不庫存喔 大家訂多少分 他就是印多少分 他這個也不好保存 然後又體積又很大 以後會不會再有 不一定 你一定要趁現在這個機會 就是收藏這個不朽的青春 台灣美術再發現的這個畫冊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畫冊 那你現在看到在我面前呢 就是有兩個封面的版本 其中一個很經典的版本 就是我現在手裡這一本 紅色的 他是一個藝術家叫黃土水 如果說你們經過一些 我記得好像台北車站也有他的作品 捷運站 或是一些火車站 其實有時候會在牆壁上看到那種 類似壁畫或是浮雕的 有的是用那種銅 就是金屬去刻的那種東西 很多是他的作品 這個是他一個很有名的作品 叫做少女 這個東西呢 本來是放在他的母校 就是在大稻埕的太平國小裡面去展出 可是其實很少有人會為了看一個作品 跑到一個國小裡面去 我記得國小也不讓你進去 對啊 國小也不見得讓你進去 如果有時候你長得太猥瑣的話 那國小會很害怕 他們費勁千辛萬苦就跟國小借到這個作品 在美術館裡面展出 那就非常轟動 所以這個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作品 因為他們的那個展是免費可以進入了嘛 然後聽說就是有北部就是某大學的教授 他說他每天上班前都一定要先到這個美術館去看這個像 繞他一圈巾看完以後再去上班 這個叫炎月陶芙的畫家 所以他是一個日本人 可是以前在台灣繳過書 所以可能有很多藝術家 也是他的學生吧 所以他等於也算是我們台灣的藝術史裡面一個重要的人物 叫炎月陶芙的 第一個將油畫技巧融入台灣的美術教室 所以影響當時的在台灣日記畫家跟溫兔的希望 他其實就是蠻很像那種印象派的作品 而且尤其是像他背面這邊 因為像我如果去美術館看作品的話 我很喜歡去看就是因為 因為你看他現在印在上面 你只會看到他上面有一些紋路 就如果你真的到美術館去看他真實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有那個凹凹凸凸的顏料 就會感覺很棒 你可以去想像他當時在創作的時候 好像你可以感受到他當時在做的時候一個一個這樣子 然後顏料塗上去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油畫的魅力 就是他們當時在美術館裡面就是有放這兩本 這一本他就被偷走了 因為其實他們這個如果很多人翻的話 他就會被翻到活潑爛爛 然後居然還被偷走 而且這麼大一本可見這個東西的魅力有多大 可能那時候已經絕版了吧 可是他太絕望了就買不到 幹你把他偷走了 現在各位好機會來了 不用偷 也可以收藏到這個畫冊 我跟你講你那個偷的人 已經偷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沒有要求你說 你要去自首或是怎麼樣 可是如果你的良心還沒有被狗吃掉的話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你直接上 折折 透過這次集資的機會把那個錢就捐回來 如果說你覺得破破爛爛的 那你就捐個五百塊 你有捐良心比較過去一點 我們也知道你很想要 可是 不能用這種方式 那我們現在來翻一下畫的裡面 那我們被偷的放在旁邊 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其實他的這個裝的都非常好 而且他的紙質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建議大家翻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你看他在桌上 就是會有這種聲音 非常療癒的那種沙沙感的聲音 然後這個紙的也都是用非常好的紙 第一頁他也是飲用黃土水的畫 就是永結不死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精神上的不朽 這是1922年黃土水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藝術家 我來看一下我認識哪些人好了 很多都是日本人 岩岳陶甫剛剛已經講到這個 陳陳波大家都比較認識 其實我發現大家比較認識的 好像都是那種被迫害的藝術家 就是有點可憐 郭伯川 跟陳陳波他們是類似一路的 岩水龍 廖季春 郭雪狐 其實我認識的也沒幾個啦 就是有時候你會去那種美術館 像我們台南也有台南美術館 之前在展那些陳陳波 郭伯川他們的作品 你就會看你就會大概認識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你認識的人比我還少的話 你就是更需要這本畫冊 我剛剛講就是這一個 水牛的台北中山堂 在中山堂可以看到 就是西門町那邊 黃土水的 果然我還是有一點程度的 我覺得這本畫冊很好的一個地方是 它不是說只有 每一頁就是把它的畫就放很大 然後你就看過 就算了 它是比較像是一個策展的概念 就是你看完以後 它其實是有把不同的作品這樣分類 你看完以後 你就會了解整個台灣的 藝術作品的創作的脈絡 就是它藝術史的一個脈絡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 他們是分別是受到誰的影響 或是怎麼樣 然後有分什麼樣的派別 所以也讓它做這個畫冊 等於要花很多功夫啦 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這個是非常值得珍藏的一個 你看它有 破曉的覺醒 生命的凝視 風土的踏查 歲月的意念 就是這些一個一個章節這樣往下 最後面還有藝術家的小專跟作品的清單 這種雕刻的東西 其實最難就是在這種地方 這邊有個它的蝴蝶結 然後它可以把它雕到 感覺好像是軟的 你可以想像到它那種 洪鬆垂墜的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皺褶的地方也呈現得很好 像現在大家去故宮 喜歡看那些什麼翠玉白菜或什麼 不就是也是因為它雖然是用硬的材質雕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那些很細微跟很柔軟的部分 這就是它們厲害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剛看到 炎月桃府的這個 萌芽這個作品 對它是畫的是台北的植物園 但植物園裡面有壺嗎 好像也是有小小的 再來是生命的凝視 所以生命的凝視這一類的 可能很多是在畫 比如說自畫箱 其實台灣也蠻多畫家會畫這種自畫箱 我記得像是那個陳陳波 因為陳陳波他就是很喜歡飯谷的畫 所以他就會畫一些 也是像飯谷一樣畫那些油畫的花 或是畫自己的自畫像這樣 我覺得好像我們台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就是非常多元的吸收各種國外的文化 就是我們很包容 不會說是排斥國外的文化 然後就會整個吸收起來混雜起來 就變成一個我們自己的獨特的風格 還蠻不錯的 風土的踏茶 就是畫一些自然風景 或是鄉下的景色 城市的景色之類的 層層波畫的油畫 東台灣的海岸畫得非常漂亮 然後像藝術教他們也會畫一些 譬如說什麼廟會 然後你可以從這裡面看到就是 原來以前的台灣就是整個樣子 新竹國小 你看 這很特別 廖祭春的野柳 就是這些風景都還在嘛 可是樣子不一樣 就很特別 他這個畫一個冰塊 而且你看他這個冰塊這邊有一個很像 玫瑰之葉裡面的那個靈異照片 這邊有一個人 傳統的變革 這種就是 很像你會在故宮看到的東西 而且他是那種一條長長的 這個多美 這個很難畫耶 如果你們有看過以前舊版的金庸小說 他的封面都是長這樣 郭學弧有沒有 不要再只認識郭學弧了 人家郭學弧也是很厲害 旅人之眼 就是以前藝術家一邊到處旅行一邊畫的 然後這個就是河邊洗衣的台北風景 台北風景耶 能想像以前的台北是長這個一樣的 還有畫台灣的女生 青木雷諾瓦的作品 這樣子 所以看得出來有那個雷諾瓦的風格 對啊 你要看嘛 就是他 就是講說 這個人他其實受到雷諾瓦的影響 你看了就會有感覺 那如果說你只是看這張畫 你就看了 哦 蠻漂亮的 那就這樣 就沒有了 文獻 黃土水入選地展 所謂地展就是跟天皇 就是反正他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 就是獻給天皇的那種感覺 就表示是至高無上的一個榮譽 你想想看就是台灣是被殖民的狀態下 如果台灣的藝術家的作品 能夠入選到母國的這個地展 就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他是第一位入選的藝術家 我們不是會講說 最偉大的電影 或是最偉大的專輯 最偉大的藝術家 有時候說偉大不是代表說 他的作品一定是最暢銷的 或是最多人認識的 或者是說最棒的 最好聽的 有時候是說 他這個東西的影響力越大 他就是越偉大的意思 比如說劈頭式就很偉大 因為他影響到很多樂團 到現在都還受到他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之所以會是現在這樣 很可能是因為 以前有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做過什麼事情 或是他做過什麼作品 影響到我們現在 那他就是會被我們視為一個很偉大的 跟如果你要提到台灣的藝術時候 就不得不提到這個人 這樣的一個存在 這邊都是一些資料 其實還蠻酷的 還可以看到一些以前的報紙 昭和五年 你看昭和五年的話 報紙都是漢字耶 可能他們那時候還沒有要求 大家全部都一定要用日文 這邊就還是有日文 那這個就不曉得為什麼 這通通是中文 看了好開心 可是其實呢 日文這個東西是這樣 越正式的文章 越正式的內容 漢字就越多 所以如果說我們台灣人 你去看日本的那個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憲法 全部都看得懂 你去查日本的憲法 幾乎全部都是漢字 因為他們越正式的內容 漢字就是越多 因為那些字 你叫日本人看 他們還不見得知道怎麼唸 你就比他還厲害 那那個咒術迴戰那個作者 他上次去受訪 他說他不知道咒術迴戰怎麼唸 這個是我剛剛讚賞的那個 三地門舍之女的畫稿 就是他本來是一個這個草稿 可是其實草稿階段就已經非常好看了 然後這個算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基本上呢 你去美術館或是展覽裡面 都是只有最後的作品 他不會把這個原稿放在旁邊 裡面頁面的選色 這個顏色看的也是非常漂亮 他一共有差不多350頁 因為他的那個紙是比較磅束厚的紙 你這樣看你一定覺得不只350頁 他350頁的內容全部都非常的精實 然後這邊呢應該是有一個 我們剛剛找到了 這個可以攤開 中間有一頁 這個就是像清明上和圖的感覺 就是他是在畫一個市場 他應該是這個人 他拿一個就是那種 如果他喜歡就拿一個下來賣給他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感覺比較時尚的 你在買菜 這是以前的圖文創作家 我都覺得他快要變四格漫畫 對啊 然後像這種作品 很多時候都是要靠那些收藏家捐贈 而且我們是用很粗略的方式看 但我們也看了大概半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很認真地把它翻 其實你是可以翻 而且是隨時可以拿出來翻 因為有時候你去美術館 他不是會有導覽嗎 就是你到一個地方就要戴耳機啊 但他其實有把他寫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完整把他們辛苦的測試 就是收藏成一本書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值得珍藏 然後加上他的細節都做得非常好 你看他摸的時候還可以摸到凹進去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是非常的充實 就到這邊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可以到頁面上去看 我們會把他的那個集字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因為這兩本現在是已經屬於我們了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割愛啦 我們就抽出一本給幸運的觀眾 那抽到的話 你就可以指定說你是要這一版還是這一版 抽獎的方式就是你完成一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嘖嘖開箱頻道 第二是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嘖嘖開箱這四個字 那你可以任意的留言其他的內容 那你留言的時候就可以告訴我們 你比較想要哪一個版本 這樣子 我們大家可以來投票一下 可以告訴我們 你對於這個畫車 或是對於這個展的一些心得 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開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